女孩拎着大包小包的走在街上 忽然一个不小心躺倒在地 刚买的奶吸洒了一脸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蹲下身热心地查看女孩的情况 还帮他拔掉了插在头发上的吸管 就在他浮想连天时 男人就被另一个女孩拽走 言语间嘲讽他打扮老土 一旁站着的家人非但不上来帮忙 还将刚才他出丑的画面上传到了网上 缘分就是如此奇妙 凯莉工作的地方来了一位新人 他就是先前帮助过凯莉的杰克 不过两人都是经过了打扮 并没有认出彼此 到了凯莉上台表演 杰克就在台下痴迷地看着 他喜欢上了这个精灵女孩 杰克的身份可不一般 他的父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坐拥整个城市一半的酒店生意 不过生意人都有个通病 缺少陪伴儿女的时间 杰克也不例外 凯莉同样也出身于富贵家庭 不过因为前些年父亲的去世 继母继承了财产 开头的那一幕也证明了 她对露西并不友好 在尖酸刻薄的继母与妹妹眼里 她就是保姆一般的存在 不过好在有杰克的出现 她身边终于有了一个倾诉的人 两人聊起了梦想 凯莉一心想要自己写的歌 被更多人听到 杰克跟她也可谓是志同道合了 因为她手下有一个乐队 借着这个话题两人聊了很多 他们的关系也随着相处的时间 愈发拉近 凯莉的心态改变了许多 一旁的同事都看在眼里 还时不时地拿杰克打去 在这天 杰克邀请她参加一个舞会 是一年一度城市里规模最大的 本来想拒绝 但是架不住她的热情 同事得知后 眼里都挂满了小星星 就是这么重要的舞会 继母跟妹妹竟然也都有了请柬 原来就在前几天 三人听说了这个舞会 而舞会的发起人 正是凯莉父亲当年的好友 于是为了抱上这个大腿 他们决定想办法将门票搞到手 趁着凯莉上班 三人在她房间的相册里 找到了父亲当年与那位富豪的合照 继母表明身份联系上了她 富豪得知后就派人过来了 只不过请柬只有两份 一份是继母的 另一份则是给凯莉 最后她好说歹说又求了一张 可算来算去还是不够 于是继母便决定 让其中一个女儿假扮凯莉的身份 保险起见 三人还偷走了凯莉小时候 父亲与富豪冒险回来送的水晶球 当凯莉发现水晶球不见后 几人根本不承认 就在她为了水晶球的丢失而失落时 身旁的狗狗有了动静 她带着凯莉到了妹妹的房间 就在狗狗即将拿到水晶球的时候 What are you doing snooping in my room?